首先,上個禮拜我們主要是針對政府的開放資料 那其中我是挑了一個台北市的那個竊道案件 就是主要想要了解一下 這104年到110年這8年之間 這個到底治安是變好還是變不好 所以當然有些還是需要一些數據 做一個比較客觀的分析 所以我們挑了那個台北市的住宅竊道的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網路上都查得到 然後呢,我是希望說可以畫三個圖 所以上個禮拜基本上就畫了三個圖 第一個圖的話是這個歷年的竊道的一個折線圖 第二個的話是畫一個那個各區的比例圖 就是總共12個行政區 那我希望把它繪製成一個圓形圖 然後這個圓形圖的話 可以顯示出到底哪一個 哪一個行政區的那個竊道案件是發生數量是最多的 那最後的話再找出那個 哪一個路,哪一條路或哪一條街,哪一條道 它的那個竊道案件是最高的 那把前10名找出來就可以了 不用全部啦,因為全部我記得好像有 五百多條的這個路街道 所以抓出那個最 這個數字最多的,前10名 那這上個禮拜做的部分 那我們有一個作業部分 可能要請大家繳交在那個Moodle上面 那今天的話主要是延伸那個 就是上個禮拜的部分 因為上個禮拜其實都手動來做 那今天的話,我是希望說能夠把它變成這個 那個就是自動化 可以把它變成像 用那個程式來撰寫 那當然程式撰寫部分難度會比較高一些 那首先的話呢,大概會有幾個 幾段程式嘛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在我這個是已經完成的 當然未來我是希望可以在 我們資料的也許是 右手邊 增加有五個按鈕 這一個按鈕其實就一個程式就對了 那一個程式呢 裡面的功能大致上是這樣 就是把上個禮拜的所有動作 基本上都不要人工的話來做 而是用那個程式的方式來完成 那總共有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 回想一下 我們第一個部分是把那個檔案下載下來打開來 可是如果說,因為這個資料會更新嘛 所以如果假如你下一次再去下載 比如說隔一個禮拜 你要去下載新的資料 那變成你要重新做 那三個圖 所以如果假設我今天希望 也可以用程式來解決 那我先Demo一下給各位看 第一個就是說 我希望按下這個按鈕 它可以自動幫我到那個 網路上那個開放資料 政府開放資料平台裡面去把 上個禮拜的那個檔案 直接就下載下來之後 並且放在我的Essale裡面 OK 所以我按下這個按鈕 那你會發現先把舊資料清空 那這個時候又會到網路上 直接就把新的資料給下載下來了 OK 所以第一步的話呢 當然我們就不需要說特別還要用人工的方式 去把資料下載 那怎麼做待會來講 第二的話呢 我們是繪製了一個歷年切到折線圖 所以我點選這個歷年切到折線圖 你可以看到喔 這個歷年切到折線圖 會繪製出來了 本來是不存在的吧 那當我按下這個按鈕之後的話 它會自動幫我產生上個禮拜做出來的 包含就是什麼 包含就是我的這個樞紐分析表 還有就是樞紐分析圖 然後呢 可以放在這個資料的這個這個左手邊 然後呢 按下這個按鈕的話 就各區比例圖 按下它 自動跳出來 那其實也是把上個禮拜的東西再做過一遍 但特別注意喔 不是用人工來做 而是用程式來跑 那怎麼做 待會再講 當然難度會比較高一些些 可是可以實現什麼 實現就是說 以後你做的事情只要做一遍 之後就不用再重複做了 那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把那個 路接到的前10名 把它繪製出來 這上禮拜做的 有沒有 就是把 從中山北路 一直到延坪北路 總共這個10條 這個切到案件最多的10條路 把它繪製出來 那當然最後 如果今天希望最後有個功能 我希望把 剛剛繪製這三個工作表 按下一個按鈕 自動把資料以外的三個圖刪掉 因為假設我要重新再跑這個圖的話 那可以再多一個按鈕 按下這個按鈕 自動把前面的三個圖 三個工作表又把它刪掉了 那要怎麼做 這個首先的話 第一個 請各位先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這個檔案先打開 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我們逐一來看 首先如果要開始寫程式的話 那請注意 請你把那個開發人員的模式打開 那你可以看到 目前 在我們的 這個Excel上方 你會發現沒有一個叫開發人員的標籤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打開的話 記得這個功能 那它是會躲在哪裡 你可能要自己設定一下 在那個上方會有一個 一個向下的箭頭 那這邊有個其他命令 點選其他命令之後的話 找到那個自定功能區 這邊有個 再來找自定功能區 那這個功能區裡面的話 有一個叫做開發人員 開發人員部分的話 請你把它打勾就按確定 你可以看到這個上方就有開發人員 所以將來我們要寫一些 程式的話 一定要把這個開發人員打開 因為如果沒有開發人員的話 後面什麼事都不能做了 那開發人員裡面的話 主要功能大概幾個 一個是 如果你有些程式不會寫 沒關係你可以把它錄下來 那它提供了幾個功能 讓你去產生程式 第一個就是錄製劇 這個錄製劇其實就是把 你的滑鼠跟鍵盤所做的動作 它會自動幫你把 對應的程式幫你寫出來 那寫完之後的程式呢 都會幫你把它放在這個 劇集的清單裡面 實際上劇集 背後寫的程式就是Visual Basic 所以這幾個其實是 互相都有關聯性的 那如果最後你要把這個按鈕做出來的話 基本上會在這個 這個有個插入有沒有 那你可以看到裡面就有一個元件 其實就叫按鈕 左上角這一個 其實這個插入裡面有兩個按鈕 不過建議各位是用左上角這一個 不要用右下 不要用左下角的 這個的話呢 也一樣可以產生按鈕 但是產生按鈕 比較麻煩 必須要 撰寫的程式比較多 所以建議是用這個按鈕 所以 將來我們會用到的程式需要的功能 都在開發人員 所以待會請各位第一件事 先把那個開發人員打開 然後看一下吧 裡面基本上就這些功能 我們之後都會用到 好 那這個部分先試試看 待會我們再來看 我們反正就把上個禮拜做的動作 逐一再把它 有點把它換成是那個程式的方式 做這個呈現 來試一下